各位親愛的鄉親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 我是老陳 歡迎來到老陳的鋼筆世界 我今天啊 突然想要來拍這個影片 因為我想買這支筆送人 但是送人之前想說 我竟然還沒有拍介紹他的影片 所以想說就來拍一下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一支英雄的筆 中國製的 這是他的LOGO 這邊有寫MADE IN CHINA 然後 50 HERO 這支筆的型號叫50 那麼各位 有些人可能有聽說過 這支筆 據說啦 我在網路上看到那個賣家是說 他算是在中國賣名的 他是訪派克75 然後算是訪得還滿成功的 在中國賣得很好 那我這邊有一支真的派克75 給大家比較一下 長度 差不多 不過因為我這一支是銀格的 所以不太一樣 如果有機會給大家看 那個 純鋼感的話應該比較明顯 那打開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的 這個筆件的構造也是很像的 它都是用這種 夾在上面的方式 好 既然我們已經把筆蓋打開了 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是一支拔蓋式的鋼筆 它的筆蓋構造 我不曉得看不看得清楚 它這邊看不到 跟派克原本的設計是一樣的 就是傳統式的拔蓋設計 它裡面有幾支爪子 五爪嗎 會扣住這個你的臥位 好那筆尖 沒有分除細 上面有刻了一個 英 熊 兩個字 然後中間的符號很像一個圈圈 裡面有一個S 我不知道為什麼 喔對不起我錯了 它應該是一個50 它中間的符號長得像是 這樣 這是一個0 然後 這是一個5 所以 這樣子 找不清楚 對 像這樣 所以這支筆的筆尖 是特別為了這支筆而設計的 那我覺得非常酷 非常有趣 我在拍這個影片的時候才發現這一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臥位 跟經典的派克五十 對不起派克七五不一樣 就是它是 整個是圓的 沒有三角臥位 那麼 另外一個就是 它的筆尖 是用 螺 就是 螺紋固定的 所以 嚴格上來講 它不像派克七五一樣 可以拿來 就是旋轉不同書寫角度 但是因為反正它沒有 沒有三角臥位 所以 書寫的角度也 就是本身也不是一個問題 好 那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 嗯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支筆其實做得蠻好 離中國筆而言 它的 質感真的非常優秀 那 嗯 底面有一個看起來像是黃銅的螺牙 然後 然後 嗯 對 這個卡水是 中國製的 它的 規格是跟派克相通的 但是 它的缺點是它的 這個尾部有點 有點太寬大了 所以 嗯 沒有辦法裝進 帕克的筆 某些筆 或是 嗯 拉米的筆裡面 嗯 拉米的 Safari 那系列的 可能可以 因為它的筆管其實滿足 但我還沒有試過 嗯 在這邊必須順帶一提的就是 拉米的 卡水的口徑 跟 現代的帕克 是 相通的 我都 互相混用 我會拿拉米的空卡水來裝 那個 墨水 然後 再 裝在那個 帕克的筆上面 比如說剛剛那支 那個 銀格 對 好 那我們 就來做一些書寫測試吧 簡單的 那個 好 這個是 中國 英雄 50 那筆尖是 唯一尺寸 它其實還滿細的 應該 符合西方規格 歐規的 Extra Fine 那在東方而言的話 可能是 細字左右 Fine左右的 規格 好 那麼墨水是 嗯 中國製的藍黑卡水 我不知道是哪個品牌的 那個時候賣家就是 給我非常多 好像給我五六條吧 就是還不錯 那麼 我們來看看 嗯 各個角度 其實各個角度都還算 蠻順的 嗯 出水 算 還可以 但是不會太濕 那我覺得 整體的人這支筆真的非常好寫 然後 非常便宜 我記得 好像 台幣一兩百塊 然後 真的是 競技實惠啊 Gosh 這樣子 我突然又捨不得 把這支筆送給學生了 好啦 那 就簡單做一個小小介紹 這樣子 謝謝大家收看 我是老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